extraous 作詞曲 李宗盛 周宇 生物医学博士 一派国际创始人及CEO 创造性艺术教育及治疗前沿 国际学术期刊创刊人及执行主编 英国舞动心理治疗 专业学术期刊国际学术委员会顾问 上一讲我们了解了在创意舞动中 创造力与身体动作及舞蹈 都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同时周宇老师也让我们明白 如何通过临在这种方式 来更加自由地展示 我们自身的创造性表达 那对于创意舞动来说 这些所谓的创造力以及临在等方式 究竟有没有科学基础 而且在生活中 创意舞动又是如何被应用的呢 大家好 我是周宇 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 创意舞动第三讲 创意舞动的科学基础和应用 自从1993年 这套体系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和国家被交受 就不断地进化和发展 那创意舞动通过身体的动作 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那这种巨生化的体验 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身心 它帮助我们澄清创造性的过程 并让我们的动作变得更加有意义 并且帮助我们转换我们的思想 创意舞动主要包含了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发现 建立觉察或者临在 与大自然进行连接 而大自然是我们创造力的源泉 第二个部分是整合 那就是创造性的过程的清晰呈现 将无意识通过语言和动作 带到意识的层面 创意舞动帮助我们对于时间 空间 重力和能量等元素的体验 进行可视化和巨生化 而这些元素对于我们感知和连接 大自然和周围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为这些元素和连接赋予意义之后 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和周围的关系 变得更加的清晰 这个清晰化的过程 是一个创造和整合的过程 创意舞动的理论体系 建立在对游戏的应用 集心 真实动作 拉帮动作分析 发展心理学和精神分析 等方法学科和知识之上的 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使用集心 就是舞蹈中间集心 发展个体的自发性 和对身心交付关系的一种意识 一旦是这个意识形成之后 那里就实现了个体和团体 创造力过程 这个方法的基础在于 创造力是个人幸福健康 来自家庭 社区和社会 健康幸福的根基 创意舞动体系的心理学基础 扎根于舞蹈治疗和神经生物学 关于发展自我意识的工作中 即进入关系的能力 和有利于创造力的因素 重要的方法和体系 我们包含了温尼克特和斯坦 的人类发展心理学 纳邦·巴特尼夫 哈克尼的动作观察和分析 荣格等人的精神分析和意识理论 歪德豪斯 阿德勒等人的 关于加深聆听 并观察他人能力的真实动作理论 另外的话 近代的神经生物学和老科学的研究 也为创意舞动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与根基 左老 右老 中老 老干的不同角色和分工 也是中间的很重要的科学元素 为了研究在临在的状态和创造性模式中间的 觉察和身心的过程 我们应该考虑其中一个生理的基础 那就是我们的大老 上世纪七十年代对大老结构的研究 显示我们觉察分到了两个老半球 虽然现在这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了 但从将来讨论的角度出发 我们还是来阐明这个科学的断言 在神经水平上 两个大老半球专注于两个不同复补的方式 对信息进行处理 左半球比右半球更加的线性化 左半球包含了数学和语言的能力 六半两在另一方面通过合成 和比左老更加宏观整体的方法来处理信息 这种处理方式的优势在于空间觉察 spatial awareness 即对于多种信心的整合 比如说在舞蹈中间身体动觉和视觉 信息必须快速地被整合 这种类型的过程被认为是突然快速地洞察力 而不是对于复杂元素的 施缩性的治理层面上的整合 那最近神经科学表明 两个老半球的区别是非常微妙的 精神活动在大脑中被分化 每一个部分以腹部 但是不相排斥的方式来起的作用 大脑扫描实验表明 两个大脑半球都是非常活跃的 但是任何一种特定的活动 是受每一个人独特处理信息的方式所影响的 这里提到的方式指的是 每个人知觉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方式 并非受到遗传的背景 文化和教育背景所影响 那西方教育和文化整体的教育方式 关注的是语言和治理 这种方式主要加入的是 大脑的逻辑化和理性化的部分 并认为这比其他所有的思想更加的优越 Shawn McLeaf 世界表达性艺术治疗的创始人 在他关于舞蹈治疗的研究文章中 写到了著名的物理学家David Bourne 用他的身体体验 作为一种理解高级物理学的方式 就像爱因斯坦 他相信自己直觉性的物质感知 能够作为一种接近复杂物理现象的方式和途径 是这种创造性的洞见 在工作中指引了这位伟大的科研者 那是一种同时和宏观性的发展 其主要部分是我们需要活在当下的那种玩性 那时候我们身体信息的同时合成 要让身体感知 身体的觉察 情感 获得关注 需要把大脑理性的那部分放在一边 但不要反驳它 让宏观和整体的一面 随着平时很少用到的知觉能力 自由地去干预 通过获取对自发性和直觉性的反应 更多地熟悉 个体能够更加自信地使用大脑的这一部分 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 婴儿在出生的时候 其幼老被刺激并进入了玩耍的状态 婴儿的情绪多数存储在幼老的半球 被母亲的照料 斗丸和存在所刺激和滋养 但是随着我们的成长 在获取语言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左侧开始进行接管 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幼老相对起来使用比较少 这样的话它就面临了贫乏的危险 创意舞动的练习可以重新激活使用幼老 并将它带回于左脑的和学之中 那这种临在的这种感受 还有对于情绪的自发性的觉察的一些动作 能够帮助我们带回于幼老的接触之中 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左侧大脑 来给这些感受和情绪进行所谓的复行 复行 我们在创意舞动中间提到的复行 是指的是把一些极心的一些动作 创造性的动作 最后以一种结构性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比如说是通过言语的形式 或者是通过文字的形式把它清晰地呈现出来 比如在一个舞蹈结构中 就如Erinstein写到的 我们最高水平的创造性的结果 是两种复补性运作的产品与结果 创意舞动的目标 是使我们对身心的连接有所觉察 那觉察成为了我们通过动作 进行创造和语言表达的基本源泉 创意舞动作为一个提高个人觉察 意识和创造力的训练体系 被广泛的应用在包括教育 康复和艺术等领域之中 和我们平时提到的舞蹈治疗不同的地方在于 创意舞动是疗愈性的舞蹈的范畴 而舞蹈治疗是心理治疗的范畴 前者偏向于教育和个人的成长体验 而后者偏向于临床的心理治疗 在这个层面上讲 创意舞动的应用层面仿佛更加的宽泛 舞蹈治疗则更为深入和彻底 不过不管是时间者还是穿意者 清除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 给我们任务中来就把舞蹈精尝 《佔科 plates》 我的名字是Marsha Plevin 我非常知道的意思是 另一个文化 另一个语言 I feel very privileged to bring creative movement into China with my co-founder of the creative movement method, Marielena Garcia. What is a creative movement? How can we define it? It is an approach to body movement for developing creative expression and it is used for children, for adults, for older people, for seniors in many different situations. It first began in Italy in 1993 when Marielena Garcia and I were asked to do creative movement in a substance abuse program for helping people come out of drug dependency. Creative movement can be used more clinically but actually it is used more for prevention and in education. I myself was a dancer and choreographer. I studied Martha Graham technique for many years and had my own dance company as did Marielena Garcia. What we understood was that many people wanted to understand the joy and the creativity of movement but were not going to be dancers. But they wanted to use movement expressivity in their work. And so we began to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method and this method is creative movement. As many of the students will say or have said already, creative movement helps to better quality of life by knowing oneself more, by body awareness. Creative movement implies more than being creative through the body. When we talk about creative movement we are also talking about creativity in the mind and the brain. In this sense that when we change a movement pattern, when we do something different or creative we are also sending a message to the mind that something is changed, something is new and different. So creative movement is about the unity of mind and body which is very close to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hinese way of looking at health in the body. The Chinese philosophy is that the mind and body are together and are unified. Creative movement brings this back to the Chinese people by using terms such as yin yang and dan tien and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five elements because they are very close to what we are doing in creative movement. I would like to close with a comment from Lao Tse, who said gravity is the root of lightness and stillness the root of movement. And between these two polarities is what we work on in creative movement. Through movement analysis we are constantly working on the polarities in movement. From weight, from space, from time, from flow. And we also use connections of the body through the work of Ermgard Bartynev. So we feel quite close to the polarities of yin yang that we find in Chinese philosophy. Danliar Piink at himself's book, the new mind asleep. He obtains lence from his book, the New power of Doom. In Why the young people cin platforms study the��는 traditional future branches. He dominated fouriro leaders. 第一个是农业时代 这个时候有大量的农夫 第二个时代是工业时代 中间是由工人和工厂作为主角 第三个时代信事时代 有很多的知识工作者 第四个时代是概念时代 是属于创造者和共情者的时代 我们姑且不说这样的定义是否准确 但平克强调的一点是 那些线性的如同计算机 具有分析性的左老人 将被有共情心发明性 发明性和善解人意的右老人所取代 因为后面这些特质 是当今商业世界所最需要的 或者换一句话说 创造力通过给你的产品和服务 提供了附加值 赋予了你以竞争力 让你独树一致 否则你将落入大众商品的竞争地域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高度结构化的阶段时 对创意和个人的自由的需求开始出现 这如同一个推动至平衡的趋力 类似化学反应和其他宇宙现象 在西方 身心学已经从时代走了出来 并不再是由先驱者 所创立的短暂流逝的领域 它也获得了职业身份认同 并拥有了大量的发表的文章进行支撑 那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是 东西方的进一步的融合 并向主流开始靠拢 在各个不同的学派和技术之下 我们发现有一个愿望是重新获得与身体进程的紧密连接 呼吸 动作冲动 平衡和情感 对于西方长时期身心分离和肤视身体和自然环境价值批判的呼声 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个更加宽泛的背景之下 理解这种东西方融合的趋势 聚生化体验曾经被迪卡尔认为 没有思想和心灵那么有价值 但是一些基于身体的练习 比如太极和日翼风行的正练技术 表明了身体和动作的价值 因为通过这些身体的练习 能够帮助我们取得平衡 在我看来 人类创造力的充分开发与实现 只有通过身心整合才能够得以实现 创意舞动 加利文技法是获得这一整合的一种很好的途径 创意舞动将道家身心合一的理念 很好的整合到了西方的训练体系之中 创造性的动作将不同品质进行转化 就入同阴阳两极的动态平衡 大自然的五行元素融汇到了其中 对能量和气的转换 涉及到了丹田 还有老子 孔子 还有庄子的思想等等 创意舞动的本质 是促进我们的健康与幸福 这是道家的中心基础 所以创意舞动的核心 是帮助我们如何使用和练习个人创造力 并将它用在自身和人际关系之中 创意舞动体系目前正经历着国际性的发展 创意舞动加利文技法 在意大利 芬兰 西班牙 土耳其 还有中国 已经有了系统的训练 国际创意舞动协会也在积极筹建之中 已将不同宗教和学科的人聚拢在一起 共同进行全球性的合作 荷兰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 那在这里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部非常伟美的片子 英文名字是Symmetry Symmetry就是对称的意思 这个纪录片讲述的是一群舞者 一群艺术家 他们来到了欧洲 核子 反应堆 这个是在瑞士的SERN 通过极星舞蹈 与核物理专家 大型的粒子对撞机进行互动的一个场景 非常的激励人 不管你是科学家 舞者 还是其他背景的人 这个跨界的纪录片 都会给你身体上 以共鸣 思想和灵魂上的升华与思索 因为它揭示了科学与艺术 人与宇宙之间的联系 我们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变革 新的技术革命层出不穷 帮助我们去探索和理解宇宙和大自然 我们人类征服自然的梦想 体现了人类的欲望与野心 但同时多一些内观和反思 以一种敬畏之心去对待宇宙 真实的觉察与感受 不仅仅依靠大佬的认知 也从身体和创造性的动作 去吸收智慧与能量 信息会帮助我们打开一上天窗 更加开放地与天地相连 好 以上就是今天要讲述的内容 谢谢大家 再见